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兵,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夏事件,这个事件没有完 我们不能够让我们两名,我们的渔民同胞就这么惨死 我们必须不停地在这里催温,我们必须伸援他们 所以说,在这里,中国人民决不答应 你不道歉,你没有任何的反应,你没有任何的表示,那是不允许的 对吧,我们跟台独,跟这种知识台独的这些人是势不两立的 必须搞他们 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巡查金门临近海域 马祖海域也被夺干净 据中国海警局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海警表示 25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在金门附近海域展开执法巡查 巡查期间,海警舰艇采取编队巡航识别查证 警戒护鱼,喊话警告等措施 加强重连海域执法巡查 有效维护有关海域作业秩序 切实维护渔民生命财产与安全 早就该如此了,几十年来 用夏令言的话说 哎呀,我这次过来了 用口头的方式 因为我们很爱财 我们都是守财奴 我们都是财迷 所以我们只能开口炮 用口炮的方式来慰问一下这些家属 然后呢,慰问好以后 你看,我们这是屈尊来慰问你们 那这个事情可不可以结束呢 可不可以就这样带话呢 可不可以大事下了话了 小事话无 可不可以呀 然后两岸相互尊重 我们像过去一样 对吧 我们这里继续可以敲诈 勒索附近的渔民 可以继续搞他们遇传 可以继续弄他们 只是我们不搞出人命嘛 像过去一样嘛 这次民进党做的太过了 对啊,你们就不要生气了 让让让我们吧 不要以大欺小嘛 看到没有 他们这些逼就是个逼 就像一个人 他在你面前牛逼 你揍了他 他给你跪地求劳 大哥大哥大哥 劳了我吧 然后你起程一走远 他一走到河对过 骂个八字 你牛逼什么牛逼啊 你来打我呀 然后给你搞一些很劲的动作 举个屁股 给你看那个红色内裤 把那个红色内裤 四脚裤 把它卡到那个 那个钉钩子里面去 举着屁股 然后把腰弯下来 在大腿的当中 把头埋在那个地方 然后看向你 然后打自己的屁股拍 向你挑衅 你来打我呀 你来呀 然后你打他了 你揍他了 上他耳光了 他又哭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的 大哥劳命啊 我错了 说我不好啊 他不就是这种人吗 贱兮兮 贼兮兮 港软兮兮兮兮兮兮兮的 就是这种样子 他这个鬼岛上的人 就是这个鼻涯 跟他们没什么好 唧唧歪歪的 要的就是 只有用武力 用拳头 这是他们唯一听懂的语言 是不是 就是敲他脑袋 伸他耳光 拿膝盖顶他腰窝子 腰眼子 踹他膝盖 对吧 踢他膝盖正面的这一块骨头 踢他 对不对 揪他耳朵 对吧 拿推子把头发给他推掉 把头发给他拔掉 这样的话 就是最好的方式 不要给他任何的空间 传续空间 让他好过 每天都压他 让他压抑 让他那个面部 让他们那个 本身就丑陋的 那个面部表现 面部更加的扭曲 就持续地搞他 对不对 我说过 就是没事 没事就是用 这个 打下打 我们可以向以色列人学习吗 以色列他不就是这样子吗 全世界也都 不能拿他 拿他怎么样 美国挺他就好了 全世界 拿以色列在加沙特地下 他的行为都没办法 对不对 那我们也拿台湾吗 一样嘛 他们自己说他不是中国人 那我不就打你台湾人吗 对不对 没事吧 援火射一下 对吧 战机们轰两颗导弹 打一打 军舰放两颗导弹 测试一下武器 都是必要的 对不对 他台南那边都支持台独 对吧 那你可以拿个导弹 把他那个 这个种植基地 给他一下子一个火炮 给他烧干净 这些活都要干啊 谁跟他妈他妈的是中国人 他没有不是中国人 人家是台湾人 我希望他说他是台湾人 最好 对吧 他是这个台湾民族 最好了 那我们不就可以打了吗 因为 因为你崔天赶讲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但人家现在说他是台湾人 2.4的人说自己是中国人 那你不打他 你打谁啊 是不是啊 所以说现在我们的海景持续没收干净 在马祖 在金门这里全部都给他没收干净 我看那个台湾媒体还在那边感叹 哎呀 怎么回事啊 我们马祖海域也没有治权了 以后你就待在这个陆地上 你就背过下来了 这里的海全都是由中国海景来来管控 所以说早就应该管控了 我们福建的同胞为这样的事情做出多大的牺牲啊 啊 对不对 啊 所以说呢 有的时候就会什么铤而走前去干一些不散不四的事情 啊 你看看 你看看 一个台湾问题啊 他的危害有有多大 啊 台湾这个事情不解决危害有有多大 啊 所以说要常态化 要常态化巡逻 这是必须的 啊 夏立言率团赴陆委会 在呼吁陆方尊重台湾司法体制 啊 他的司法体制 啊 你你他妈逼你是什么司法体制 看过吃过见过没有 你司法体制 你是啥司法体制 大陆渔船议题延烧时期 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 明日将率团前往中国大陆访问 陆渔会对此表示 建议夏立言向陆方强调 本建个案已进入我方的司法程序 陆方应尊重台湾的司法体制 近代检方完成调查后 自然会公布客观公正的实时真相 国民党稍早指出 这次访陆若有机会与大陆官员会面 夏立言将会请对方转达 向近期发生的 金门海域意外事件的罹难者家属 表达哀悼慰问之意 同时也向对方表达 多数台湾民众不乐见 两岸关系持续恶化 对此事感同身受 希望能够透过各种管道 尽快公布实时真相 两岸能够维持过去相互尊重的默契 避免冲突或类似事件意外再发生 我上一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什么叫做默契 过去重返过去 坚持过去相互尊重的默契 默契你妈逼啊 默契这个东西 说句实在话 你这个安安分分 你一个中国九二共识 或者你回归 给你一国两制 那是有默契 对吧 但是你妈那个逼 你没有这么老实 你不老实 你他妈要惹事 惹事 老兵一直在节目 反复都是讲一句话 老粉都很清楚老兵 装逼的后果是什么 你喜欢装逼 那我就让你卡在自行车的杠上面 让你鸡巴杠在那个上面 让你上不上下不下 让你弹腾 对不对 这个必须要这样做 那么夏令妍陆委会这样讲的 那不就是夏令妍 不就代表中华民国了吗 所以老兵就讲的没错吧 在台湾那么蓝营 跟他们绿营 不就是他们两个营 他们有一个团部 叫中华民国 那是他们的团部 司令部 只是有两个营 所以说大陆的网友 有些网友 不要再被他们给上当受骗了 对吧 这一点 你一定要明确 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不要再认识一个台湾人 就是认识一个国际友人 这种想法是很傻逼的 傻逼到了家的想法 你有这种想法 你连他妈的马路上一坨臭狗屎 你都比不上 知道吧 必须要纠正思想 必须把思想给我掰过来 老兵要施行 杜肃 杜肃各位 你看他多不要脸 讲几句话 我来了 你看我们过来慰 我们过来慰问了 我们过来慰问了 那就要恢复到过去了 他们是不是精神分裂症 是不是他妈的有 这个脑子 是不是这个脑子碰线了 脑子里面这个两根线 搭住了 碰碰住了 短路了 对不对 对此 陆委会25日发布新闻稿指出 日前发生大陆三无船只 无名船 无船舶证书 无船籍港登记 违法使路 我方金门限制禁止水域 该三无船只在逃避 我海巡署 稽查过程 不仅发生 翻复意外事故 我方海巡署 自使己与陆方指派的代表 在金门进行协商善后事宜 陆委会指出 由于夏令妍已脱离法令规定 赴大陆的管制期限 因此随时可以自行前往 行前并没有必要再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 陆委会表示 乐见夏令妍关心这个案件 也见夏令妍应该向陆方特别强调 本案件已进入我方的司法程序 陆方因尊重台湾的司法体制 近代检方完成调查后 在兰会客观公布实施真相 你呢这个所谓你的什么司法不司法 你就别扯了 台湾的司法是全世界最他妈黑暗的 只要你他妈有权的 可以干过有钱的 有钱的可以干过 没钱的 没钱的可以干过他妈的有关系的 没关系的 因为没钱的他们也要拼拼关系嘛 对吧 最倒霉的就是你无权 无钱 无事 没关系 啥也都没有 那你他妈的逼的啊 明明你迎面90% 台湾应能可以让你变成10% 这就是台湾可教化的司法体制啊 妈的逼的 你们在那里调查 你们能调查出来个什么玩 什么玩意儿 呃 大那个海洋委员会的主任 不是已经讲过了吗 这两个人是他妈死有余辜 啊 这是该死啊 必须要对大陆强硬 这话不是他讲的吗 那他们就来就来强硬 啊 你现在台湾对海洋的管理权 全部都没有 让你海洋委员会变成一个他妈的空壳司令 啊 所以说现在呢 德国之声也说了 说什么什么北京对台湾的小动作 哎 德国之声你他妈你妈逼的反话 反的他妈有一点脑子 他妈有点啊 有问题了 是台湾对我们做小动作 还是我们对台湾做小动作 妈的睁着眼睛啊 说瞎话啊 他妈个逼一点脸都不要 你们这样还做什么媒体啊 为了反而反 你们他妈的真不要脸 你们还搞新闻 还他妈新闻自由 确定骂个逼的 你们都是一帮他妈的健逼 知道吧 啊 全都他妈一个一个在在蹲毛策 蹲汉策 在那里憋他妈的文章 为什么要蹲汉策 不能有水去过滤他的臭味 必须要他妈下面饭上来 有苍蝇盯的那个地方 饭上来 煎的那些千年老屎 饭上来的那个臭气 你他妈那个臭气 就是你的养分 你心里去揍 你大脑就他妈通路了 你他妈就憋出来新闻了 啊 然后就会憋出来说 这是大陆对台湾搞的小动作 去哪里 人家把我们人搞死了 把我们所无寸铁 跟政治无关的 中国普通大陆老百姓 给搞死了 他说他这个是大陆委员会 他们蓄意谋杀的 他说得很清楚 这让他们死几个人 他们就不敢过来 这就是我们的国际线 现在妈那个臭丘老尼 在海洋上面 除了这个搁浅的这个部分 船只下边的船手 船身到达不了搁浅的地方 所有这个海域 他妈全部都被吃干 吃干净 抹干了 我们接下来部 最好的方式就是 把台湾变成一个 他妈那个臭 像袈裟一样的那种 露天监狱 就他妈比给你留个一公里 你他妈那个 别的这些海 你要出一块捕鱼 都不让你捕鱼 你那妈比海巡署 想要开 不让你开 所以大家要知道 中国在国际上 跟美国也讲了 台海是我们的内海 对吧 那美国他不停地 要在这个地方 破坏你的内海化 英国动不动 就是什么红海跟台海的 我们都要关心 对不对 那你在这里 有另外一支执法力量 在这里 他是没有任何 他是不合格的 台湾不是联合国的成员 他就不是一个 被世界成立的国家 所以德国之声 讲什么国界 中国要弄掉台湾国界 台湾没有国界 因为台湾他不是联合国 他不被承认的 对吧 他不被承认 而且就算 不管他进不进联合国 美国他的背靠 他的民主阵营 没有一个跟他建交的 跟他建交的 都是一些下三难的国家 他们都不跟他建交 都没有承认他 他哪来什么国界 他们都不跟他建交 哪来什么国界 没有国界 没有国界 你在这里执你 骂他鼻子的法 你不是海盗 你他妈是 这些第三海盗 犯罪集团 盗窃集团 看到日本的渔民 还给日本渔民开绿灯 对吧 屁股拘在那个地方 说 你们赶紧 不安于上来 对着我们 屁儿他妈一阵输出 里面再给我 塞一根 他妈的海曼 塞一根电曼 把电曼塞在 他妈屁股里面去 让我他妈的 好好的爽一爽 他们还干这个 这个屁事情 对吧 然后对着 就福利宾跟越南这样的 他们屁都不敢放 放一个 菲律宾的想 想山台湾 左面一个耳光 越南的上面 右面一个耳光 他们 啪啪 你们 你们在 在 在打 宝宝 宝宝 还一号 他们是这样的 这样的东西 对待中国大陆的渔民呢 对吧 他是什么态度 你看我们对待日本 跟菲律宾 还有他妈P的这些 越南这些渔民 直接就过去搞他 印度跟越南搞军事演习 我们军舰直接开进去 开到他面前 到他面前 我让你军演 所以说 他妈的逼 就是内部的这些 他妈的迂腐的 这些他妈的诈骗 他妈的协助分子 这些个垃圾货 这些个垃圾组织 在这里天天讲 两样一家亲 让他妈的 大陆人单方面他妈的受损 你他妈的在哪好处 叫别人去他妈 洗手去替你死 你他妈这个很会 很会做生意啊 你相关部门 很会做生意啊 大陆老百姓 已经厌倦这种事情了 我们大家大伙 全部都已经厌倦这个事情了 不想再看到这个事情了 所以说 所以这次就是 把你他妈的没收干净 你他妈在台湾海下 别再给我蹦倒了 你妈那个 尤其是金门跟马祖 这个两个地方 那个海巡 下一步就是 他妈登上岛 他妈的去巡查 上岛看一看 你妈咪不是一个国家 台湾是我们 不是我们的 你金门他妈 马祖也是我们的 我为什么不能登上去看看 对不对 你敢来 敢来妈咪就打你 所以说 这一次就收干净 他的所有的这个 海巡署这个 我听到这三个字 我每次都特别火大 在我这里 以前连线的时候 也有一个福建渔民 好像是福州的 好像是吧 那个兄弟 他就说了 我们他妈在外面 他妈老是受他们欺负 是不是 不能再被受欺负了 不能再被受欺负了 所以说 现在他妈个 必须就是福州那里 搞什么游神 这个东西就已经显灵了 人家他妈的 赵世子 就为他妈显灵了 这次就是他妈逼 大家要把这个事情 给他解决掉 你们他妈的可以捕鱼 可以干嘛 都OK 是不是 所以说 这一次 大伙都是给你们 他妈在这里 加油 鼓劲 都在给你们伸援 我不希望他妈的 全国各地的网友 到福建去 他妈吃海鲜 妈那个逼 被敲诈了 尤其在你 他们下面那个地方 问这个鱼多少钱 直接到那边 给他妈摔死 这种事让他妈屁 千万不能有 游泥妈那个 别杀你 谢谢各位支持